好 主播農曆过年初五 依旧是出游的车潮多 那在国道上面同样也是一样的 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大塞车 开到这里的话 就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出现车子多的状况 那车速也是最低 剩下只剩下是33公里 如果想要出门的民众 可要多加留意避开车多的时段 那另外开车上国道 也要注意车子的状况了 因为今天早上在国道3号南向 220公里处 有一辆向性车停在路间 突然冒烟烧了起来 情指中心货报也紧急通报警销 赶快到现场戒备 避免波及到其他的人车 还好驾驶在第一时间 是惊觉车辆有异常 立即是把车停在外侧的路间 请求支援 那才过没有多久 整辆车就起火燃烧了 还好都没有人受伤 那警销到场时 考量到行车的安全 暂时封闭了外侧车道 以及外侧路间 没有造成回堵的情况 那车流也正常 那一直是到11点07分 也将现场排除了回复通车 不过同样在国道3号另外一起事故呢 是造成了车流量回堵了两公里左右 那是有三辆的小客车呢 在今天早上11点多左右的时候呢 发生了追撞事故 那还好呢是没有人受伤 不过详细的事发原因 则还需要在调查理清 以上最近讲完消息时间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